疫情重点的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目前国内的流感疫情 还是处于高峰期 那重症的病例 近期也有增加的一个清醒 那另外在东南亚的部分 目前还是处于这个登革热的流行期 那今年国内也有持续出现很多 许多这个境外移入的登革热的病例 那这个是全国的急诊 内流感就诊病例百分比 那在上一周的话是13.5 较前一周大概是呈现一个持平的状况 那登革今年到目前为止 累计的境外移入病例共有11例 感染国家还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主 那包括了菲律宾有4例 泰国及越南各有3例 还有印尼有1例 那对于未来一周的疫情预测 在流感的部分的话 目前气温有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这个疫情预测还是会持续处在我们这个流行的高峰期